三地門鄉德文部落族人 閻中輝與廖小鳳 一對情侶在6月26日晚間 從部落水原地進入大姆姆山 採藥未歸 家屬12日向三地門消防分隊 報案登山失聯 消防局出動特收大隊 警衣消與當地獵人進入山區搜尋 13日在公寮巡獲身體虛弱的 兩名失踪者 其中岩姓男子通風發作 無法行走 早上7點有申請空勤 直升機來吊掛 然後在8點50分 因為上面的氣流不穩定 所以沒有吊掛成功 14日因山區氣流不穩 直升機吊掛失敗 兩位患者身體不適無法行走 而搜救人員不足 也無法背負下山 警銷人員與家屬討論後 等待15日清晨 由家屬故宮五位人員 上山送藥品 並協助患者下山 藥先送上去跟吃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然後是不是 他好一點 我們就把他運下來背下來這樣子 那可能裡面上面的人力 就是你們請的故宮 還有那兩個消防隊員 顧他的工 那家屬呢 就看家屬的意思就是他們有多少 不多少 剩下的 一併那個救難隊的那個 由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原信族人上山失聯不是頭一回 大約四年前也同樣上山 採藥失聯 當時還動用大批特搜 與警衣銷人員上山搜尋 並動用直升機將他運送下山 這次為考量身體狀況入山 動用大量人力來收救 又耗費了龐大的社會成本 記者各社屏東三地門採訪報導